有一个姓杨的专家 他连续六年提案 说这个过年不能放鞭炮 说放鞭炮污染我们的环境 我真的都无语了你知道吗 一个烟花的污染 比起这些汽车尾气的污染 和工厂的废弃的污染 小了太多太多了 甚至有些专家还说 说这个过年不能贴对联 说这个贴对联影响失文失贸 哎呀 现在整个就把这个春节搞得就 气沉沉 冷冷清清 你看一到过年的时候 北京还有人吗 北京就是一座空城 甚至可以说比平时还要冷清 你点个外卖都送不到 现在你看看我们的传统节日 还有几个 在这里我想问一下大家 我国的传统节日 你还知道哪些呢 你能说出来吗 你说不出来 就包括你问现在小孩 你虽然抓一个 你说你说这个 比如说中秋节要干嘛 他说不出来 人家国外可不是这样 在一些盛大的节日 就是放眼花呀 你看韩国 人家把端午节搞得就很隆重 比如说放假四天 再比如说吃粽子 塞龙粥 人家都在举办呀 就连加拿大过年 人家都在午市 可是我们呢 把这些东西现在都淡忘了 过年的那种 爆竹生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的喜庆 清明节 清明时节 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 混的这种庄重 我们现在都感受不到 所以很可悲 你看我在小的时候 比如第二天啊 过节了 我激动得真的 一晚上都睡不着 可是现在呢 就没有期待感 就现在这个现状啊 让我感觉到心痛 你能体会到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